沈卓瑩這天在將軍澳出席無線 李約奧運2016支全城營奧運活動 他還響應一下奧運 直接拿著木板給王子恒打 只不過一個不小心 就被飛出來的木板打到頸子正一正 最後還起紅印 哎呀真是可憐 不過最近沈大師都好像特別黑 被木板打到之前 其實手指已經弄傷了 其實我今早才去拆扇 其實還要等多三四天 因為他拆扇的時候 針孔的線口都要等他埋口 所以都要等幾天 醫生說我比較蛇鬼 我想我要等他一個禮拜 我才敢讓他碰水 有陰影 我是打算煲湯 切紅棗 接著扇手 很快地一切 切了這個手指 接著我切的時候是大喊 你看到那一筆肉已經是很恐怖了 所以我是 那天我發當日的紅棗 所謂的材料 我都扔掉了 其實都還沒夠的 因為那個禮拜其實是 發了整個禮拜的惡夢 接著我是索性扔一把刀 扔一把刀 才會安樂一點 真是看不到 真是想不到 真是不需要想到當日的事發的 每一件事